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周报 今天是10月22号 是中共二十大闭幕的日期 许多人以为整个最重要的 全中国最有权力的政局常委 最重要的人是在明天才会定案 才会知道未来的权力布局 也才会知道什么叫做习近平的第三任 好几位大家以为可能会当国务院总理的 以为一定会留下来的一一被剔除 胡锦涛提早离开今天中共所召开的 二十大会议成了国际最重要的新闻 它等于是中共的人事大地震 换句话说过去大家在讨论习近平 他废除了邓小平两个任期的限制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的确有很多国家 即使是民主国家实施总理制 并没有两任任期的限制 但是中共过去还有另外两项 非常重要的惯例传统 也是邓小平所立下的规矩 第一个传统叫七上八下 也就是说你到一个年龄你要退下来 希望注入心血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是集体领导 邓小平不愿意毛泽东时代 个人独裁的状况 而且没有足够各方不同领域的 专业知识的状况里头领导中国 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所以他希望中共成为一个集体领导的机制 而在这一次二十大里面 七上八下被打破了 所以习近平不只是打破了所谓第三任期 七上八下里头 在今天大家最震惊的是有三位 被认为是和胡锦涛息息相关的人 这三位里头到年龄的 只有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前上海市市长 前上海市委书记 他是到了年龄 大家预期他会退下来 本来很多人预期汪洋 因为他还不到年龄 他会留下来 李克强也还会留下来 因为也都不到年龄 三个人都被剔除名单里面 这可能是胡锦涛提早离开会场的原因 而这三位都是著名的财经专家 所以这可能不只是人事方面的斗争 而升上来的人可能是谁呢 一位是南华早报早就披露的何立峰 习近平的亲信 另外一位是李强 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经济专业的能力 来领导目前遇到困境美中对立时刻的中国经济 现在没有人知道 所以习近平不只是打破了第三任期 打破了七上八下 也打破了集体领导 胡锦涛的人马必须离开 而上来的全部几乎都是他的亲信 这个时刻正是中国的经济 在过去改革开放 尤其是过去从加入WTO2000年 一直到现在 这将近22年来 遇到最大经济困境的时刻 如果说中国有所谓的经济发展 其实最黄金时代 是在胡锦涛十年的时刻 千人计划时代在他 高铁虽然之前有所布局 全面的发展也在胡锦涛的时代 不晓得今天胡锦涛提早的离开会场 对整个未来的中国 他的震撼是什么 而这次习近平在二十大一开幕的时候 发表了演说 许多人以为他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 所面临的美中科技战 提出将来中国的战略 但是他通篇演讲里头 经济的篇幅少 科技的篇幅不多 主要的都不断地在强调国家安全 也就是说对他来讲 如何对抗美国所主导的西方价值 建立一套属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 简单来讲 就是一个不要西方价值的中国 才是未来中国该走的路 而国家安全在这样的概念里头 不断不断不断地被提起 我们常常说 一个国家 如果那个领导者天天在讲国家安全 而很少重视所谓的经济 尤其很少重视这个国家的产业转型 这国家领导者 把国家带上国家民族主义上的路 这国家大概就是停滞增长的时刻 一天 美国只要变成中国一天就好 因为时报专栏作家佛里曼曾经这么幻想 那将可以由政府强势主导 朝着正确的方向 这是佛里曼对美中不同制度的感叹 对中国人在基建能力与效率的倾限 但佛里曼只想要变成一天的中国 他能信仰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 就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同时 纽约时报刊登一篇题为 谢谢你习近平的投书 这过去几年间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中国在2030年前 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 但由于你的专断 错误政策 即使美国仍然混乱 未必可以重振制造业 但中国已经失去了 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的机会 而中共二十大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意义 本该是换届之年 以67岁为界限的七上八下 为中国最高领导注入火鞋 但这一次 懂经济受外交的老人们退了 取代的可能是习近平的情形 而69岁的习近平不打算退休 在没有任何继任者扶上台面的情况下 打破邓小平立下两个执政任期的政治管理 在二十大上发表他主政十年间第二份的施政报告 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是今年二十大上的新名词 虽然没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老口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争议的标签 但确实更容易被国际社会理解 而这是有政绩当基础的 在北京展览馆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 细数过去十年间中国在方方面面的进展 除了GDP总量又翻了一番 但世界经济比重18.5% 比十年前提高7.2个百分点 稳居世界第二 习近平任内 中国更全面脱贫建层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 9,899万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832个贫困线全部占贸 12.8万个贫困线全部出列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人类减贫史上也是一大奇迹 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 以得罪千百人 不负14亿的使命担当 去科 治乱 打虎 开营 猎狐 多管齐下 而这中共是八大以来的反腐运动 共立案464.8万件 抓了20余万个坦官 那过去十年的中国官场是腥风血雨 在没有政党轮替的中国 习近平说 这是党的自我革命 腐败 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 反腐败 就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 犯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 要事 相较于美国国会山庄的暴力事件 或当前欧洲激进右翼与民粹的崛起 习近平将过去十年的成就称之为伟大变革 且对比西方之乱后 更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更为优越的执行 然而美国主流媒体 对此多是嗤之隐疲的评价 美国媒体的评论大多抨击 中国透过高科技监控每一位公民的高压统治 疫情清零政策更限制了人们的自由 也无法理解对习近平造神式的个人崇拜 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安全在习近平今年报告中频繁出现 光国家安全就提了26次 远远超出他上一份报告的18次 过中共十八大石胡锦涛提的十次 且涉及层面相当广泛 从国内来看 经济增长急剧放缓 接连数月近20%的青年失业率 碰上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千万大学毕业生 这成了中国社会与政治不稳定的因素 而美国的印太战略 在军事与科技上拉开了为毒网 对中国发展形成严峻的挑战 纽约时报认为 习近平之所以强调国家安全 表明接下来的施政 将权力聚焦压制对共产党统治的威胁上 也一改中国制邓小平后 以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的立国方针 把这全推到了国家安全的背后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习近平阐述经济政策时 改革开放是过去频繁提起的指言 这回只出现了十次 其中三次还是描绘过去的中国发展 只有一次放在未来的施政中 习近平虽不改酌情路线 却也在共同富裕的倡议上浪布 为单独成长明确政策方向 这样的说法更为谨慎和含糊 避免惊动国内外投资者的愿望 澳洲前总理先任美国智库 亚洲协会主席的陆克文认为 中国着勤思维的全球治理官 将与美国产生严重的分歧 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 更列出十个美中冲突的情境 其中有五个与台湾有关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祖国完全统一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这是习近平两个小时的报告中 获得最多掌声的一刻 一般认为 习近平之所以能延长任期 是因为承诺了会解决台湾问题 事实上 习近平并没有完全照着 政治报告内容念稿 其中省略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但这并非顾及台湾拒绝接受 而放弃这一大政方针 反倒是更着重在警告外部势力与台独 习近平未提统一时间表 却凸显在外部势力干预下 与台湾在统一问题上 渐行渐远的担忧 Unlike Deng Xiaoping Xi Jinping has begun to reflect a timetable an urgency about this question My expectation is that he would want to be in a political, military and financial and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position to do that in the early 2030s when he would still hope to be around but the clock, if you like, has started ticking unless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ies in Taiwan can effectively bring about military and economic deterrence against that in the meantime 會期一周的中共二十大比目 習近平第三個執政任期即將展開 但所處內外環境險惡 任何的決策失誤都可能撼動他的權威 也因此 閉幕當天通過了黨章修正案 確立習核心與習思想的指導地位 這猶如當年毛澤東無法挑戰的兩個凡事 因黨章對中共政治體制與路線方針 都有無庸置疑的指導性作用 這將確保習近平的施政 在第三個任期甚至更久的將來 不受到任何挑戰 這張經濟歷政運動作用 又吸引迷政運動作用 將許主強操作用 讓其進行各執政運動作用 改動充足 改動充足 或致政運動作用 改動充足 並且可導 改動充足